冬时间的下午5点12分啊 刚才纽约刚雨过天晴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后面自由女神像 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又是一个星期一 东哥 咱们已经这个 这一个星期过得很热闹 也很激动 有很多事情发生了 今天我跟东哥 我呢一会儿会给大家说一下 咱过去这一个星期联盟所做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周末开的联盟会上的一些 投票做出来的一些决议 就是这个结果吧 就是会议的一些结果 然后呢我会告诉大家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下一步的计划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跟东哥要聊一会儿 东哥有一些事情想讲一讲 对 就是也是 我的这个上一期的直播 所谓的引起了很多的波澜 大家都好像沸沸扬扬了 已经 那么我在这儿说一下 整个的一个什么做完直播 包括直播的时候 一些这个事情的发生 那么 非常 已经有人告诉我了 长岛这个发出来的盖特 什么像我们道歉 什么的 非常好 认错我都接受 但是呢在这里我也要说一下 就是我三字经 这个确实不好 可能之前骂尾泪骂习惯了 一直到你这儿就连你也烧带上 这点确实是 但是我讲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战友们都看到了 我要说的事情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我只是恨铁不成钢 爱之深 恨之切爱之深 恨之切 就是说想把咱们的联盟的工作做好 对吧 想更好的 更快的 更多的 赶快为战友们 赶快为新联盟的交接 那么去发表了我的一些意见 在这里面 肯定有措辞不当 肯定有一些这个三字经的出现 使长岛前任的秘书长 现任的联盟主席 受到一些伤害 那么在这儿三字经 这一块确实我今后要注意 就像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一直在说的 是吧 这个我们提高自己的素质 要展现出我们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的形象 这一切 是吧 这个确实我们应该提高 活到老 学到老 有不足的 一定要改进 你 我 他 所有的人都应该秉承着这种 是吧 活到老 学到老 而且 有错误 有不足 别人提了意见 有改正 特别好 是吧 都应该 你看 你长岛马上知道自己错误 向我们道歉 我们都接受 我知道三次经不好 马上跟你说明 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利于灭共 有利于这个团结 有利于包容于 有利于大局的这种行为 大家应该秉承着这种原则 来去发展我们的联盟 来去做我们的工作 那么这里面就是 下一个就是你们看一看 就是 郝海东 一招影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被人借鉴的地方 你比如说你们说的素质呀 寒阳啊 有些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看一看 我们在湖北黄石大影的训练基地呀 足球 羽毛球学校啊 准备开工的羽毛球馆啊 导播你给放一下这几张照片 嗯啊这是我的足球基地啊 清训足球基地的 我当时啊这是完了 还有下一场是吗啊 这是呃基地在场地里 在当时是在场地外面啊 这是我其中的一个场地啊 这是其中的一个啊 有很多块的啊 我我都不记得 嗯啊 这是小叶的这个油毛球馆的电机开工仪式啊 准备我的已经好了 他他他还在见是吧 刚刚刚刚开工电机啊 准备准备当时就挖土了 你看后面好多的挖掘机啊 什么的这个开工挖掘的仪式啊 开工仪式啊 准备他的这是专业的专门的一个油毛球馆啊 不是什么综合馆啊 所有的要求按照小叶的要求 专业对这个这个这个油毛球的最好的这种要求 来去风啊空调啊怎么来啊 这就是根据这个 完了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足球啊 这是我们的足球学校和油毛球学校啊 那么跟大家说一说啊 呃就是呃你们所谓嘴里的素质啊 涵阳啊 涵阳啊比如说我们办学的理念啊 啊 健全人格健康体魄 独立思考自由发展 这是我们的校庆 那么我们办学的理念是什么呢 三不脱离 不脱离家庭不脱离学校不脱离社会 那这就是我整个我未来当时我要开始做的事情 那给这些孩子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孩子们给普通的人的孩子们能踢的球 踢的起球 上的起学 读的好书 啊 这是我我一个月三百块钱的学费啊 在我的清训基地接受最好的我的清训的教练 我的教练南斯拉夫的前足球先生前贾位的最佳外员潘塔诺维奇啊 完了还有几个外教身体素质教练体能教练啊 还有一些中超啊中甲下来的一些职业教练员 那么我们都给他解决教师的这个这个资格问题 他都在这个尹娘湖小学啊什么这些小学 当他们的体育老师他们都有编制 就等于他们拿了两份工资 那么呢 小叶的这个啊 他的总教练就他准备的当时就请了他前世界冠军嘛 也是应该是他的前面的世界的黄黄 黄黄是吧 呃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不用这个听别人再评价什么什么 你就拿他曾经的履历走到今天是吧 是吧 郝海东叶朝颖都干了什么 那可能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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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的能让所有人满意是吧 呃当然你看呃当这个这个长导把我踢出群的时候 他说因为我进来的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有走程序对吧 所以我特能理解你把我们再踢出去 完了再去走程序让我们进来 我可能理解对啊 对啊因为我的我们的讲话非常非常我在这儿都讲了经常带着三子经 但是对你没有任何的攻击攻击你攻击联盟就更不存在 因为你也代表不了联盟我也代表不了 对吧 蒼天青城都代表不了对吧 不要说呃攻击了什么东西 不过我好想攻击不了任何人啊 只是因为爆料革命大家才能提到你是谁谁谁啊 你叫夏启东啊 如果不是因为爆料革命 我确实我也没有这种时间来去知道你啊 那么呢当你把我踢出去的时候 没有走任何程序嘛 对吧 所以我也很理解 那当然你让我回来我也很理解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 我读新中国联邦宣言的时候 你们投票了走程序了吗 我在你们每个群里面啊 我们俩不光在这一个联盟中我再多了 是吧 你们走程序了吗 是吧 哦 我进了一个群的时候 当我发表我的建议的时候 因为我的讲话可能 这个这个这个有些字 没有完全的文明礼貌 对啊 没有这个这个讲文明讲礼貌 是吧 这个不好 那就是可以走程序了 对吧 我坚决同意七哥说 在我们这儿 没法要民主 你要民主找共产党要去 是吧 但是我们要公开透明公正的来去 讲一些事给大家来去做一些流程的时候 这必须的 那么公开的时候大家一块去知道事情 投个票走个流程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点有什么好去争执的呢 啊 我可没说任何什么啊 弹劾用民主投票 这都是扯淡 你们要民主找共产党要去 一点错没有 但是所有的事情 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场的时候 你要让大家都知道吧 对吧 最基本的这种规则的时候 你要遵守一些吧 你不能都是暗箱操作了 是吧 我就说 我读新中国联邦宣言 我损失的这些 无形资产 财产 资产 这些所有的 在中共里面的 我跟小叶的 哎 这时候你们怎么不投票 投出来 说 投一投 对吧 你们说 哇 当时读新中国联邦宣言的时候 可能 他讲话老是不合适 对吧 他没有这种能力 没有这种形象 没有这种口才 没有这种能这个能去代表我们 读这个新中国联邦宣言 那你怎么不投票了呢 你也走个程序 对吗 这是基本的逻辑 是吧 战友们 讲一讲 这叫什么叫逻辑 那么 如果 我不为了新中国联邦好 不为了爆料革命 不为了七哥好 那谁会为了呢 七哥现在在里面 我们 来到联盟 来到庭上 是为了害七哥吗 按你们很多人的道理说 我们 是来 害七哥 是吧 郝海东 叶昭影师要害七哥 这里面就是 有逻辑对吧 我的损失 是在七哥之后的 应该说在新中国联邦里面 咱有露头露脸的 不说国内这些无名的战士 隐藏的战友 这些不说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今天露脸的这些 这些 有一个算一个 能出来跟我们的损失比的吗 你们有吗 那我就想很想问问大家的逻辑 那我为什么要害七哥呢 我害了他我得什么呢 我要去逆着这种 时代的潮流 来去害我们 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真正的奠基人 联合创始人的七哥吗 我郝海东叶昭影 脑子进屎了吗 对吧 这是基本的逻辑吗 而且七哥现在不在 我们从西班牙来到美国 来到联盟 我们是来干嘛的 捣乱呢 害七哥呢 争夺权力呢 换了什么什么我们自己人呢 我们支持新的联盟主席 支持我们新的工作的交接 我们是来害七哥的 哈哈哈哈 是吧 那这都是基本的逻辑 我想让所有的战友们自己去思考 去回答 这些问题 我再说了 我们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走到今天 是因为的七哥 他当时你们怎么大家民主选举他 他出来爆料灭共 你们选了他了吗 那大家为什么跟随他 是吧 他的那些损失 你们选他的时候 你们考虑到了吗 他今天不在这儿了 我们来到这儿 我跟叶昭颖来到联盟 来到美国 来到亭上 是来害他的吗 我们来支持青藤 以及所有的这些联盟的继续的工作 我们是来害联盟的吗 这是基本的逻辑吧 战友们 你们所说的 形象 涵养 能力 能不能代表 谁能代表呢 有谁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谁也没法代表七哥 以及代表了新中国联盟 代表了联盟 但是在他不在的时候 我们的仗义直言 难道不是一个态度吗 不应该吗 当然了 这里面有人愿意 有人不愿意 没问题 对吧 那就让大家 来去自愿的跟随 对吧 本身我们也不是一个什么 对吧 政体 本来就是 这是一个团体 对吧 大家愿意就来去 参与爆料革命 灭共 是吧 来去自由 这都是七哥说的 而且在这本身就没有民主 弹劾谁呢 是吧 我也没说弹劾 这里面肯定 大家 有这种意愿的东西 或者什么的 没问题 是吧 当中 都是大家大浪 逃杀的一个经历 有些战友绝对没有恶意 这我坚信 但有些战友 所谓的战友 你们有没有恶意 你们有所谓的恶意 不要绑架了我 为了人民 为人民服务 为了你好 为了七哥好 不要说这些 我们只看事实 行动 你拿了 没有拿 战友的钱 那么弄了币 危害没危害到七哥 整个的 听审的过程当中的 这种 在这之前一系列的律师的财政取证 你们有没有给检方递道子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逻辑吧 不需要我们去跟大家 白吃 这有什么好白吃的 没有意义 大家应该都是成年人 虽然中共 没有给你逻辑的这门课 common size的训练 但是你作为成年人 你也有 应该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 大家应该 在爆料革命的这种历练之下 每个战友 每个真战友 心里面都有感秤 那 所以今天呢 我对于前两天的这个直播完了一些风波 做出一些说明 一点点的我个人的体会 也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曾经我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的一些理念 我对人生的一些思考 我要给中国老百姓 中国未来的社会 未来的孩子们 要带回去的什么东西 我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说的 足球是教育 足球是文化 足球是历史 足球是传承 它不仅仅 是一项体育运动 它富含的这些意义 是在这里面 那么足球很重要的 就是要你面对挫折 彼此的沟通 团结 团队 个性的发挥 那这一切的一切 才是足球运动的本质 不仅仅是踢两脚球 嗯 这就是我要让你们看见 我郝海东今天坐在这 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 我骂美类 那是我在这骂 我自己拿你们当蛆 当这个蛆球 当蛆块链 我逗逗你们而已 跟我本身 如果大家拿这些东西来衡量 哎呀 郝海东 哎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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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这不够那不够那 OK 我特别喜欢 别人来说说 啊 运动员 尤其是足球运动员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OK 我就想问问你们 我郝海东三年级就没同学了 坐在这儿 今天一个草稿没打 直播讲话 那天的我们的 基地开业 羽毛球馆奠基 学校摘 街牌 我没有用一个 讲话稿 我在上面 置开幕词的时候 在我的足球基地 做完了以后 下面有个僵局 那当然他告诉我 他说我不能 这个站在上面 那因为他的身份 是吧 他说我只能站在这个摄像机 老后面 他下来跟我讲说动地 你真牛逼 你这个不拿稿 完了讲的太棒 这是中共最高级的 牛逼的其中之一的人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我没有任何的素质 没有任何的能力 你们有谁去到那儿 去到一个场合 可以不拿稿子 可以站在那儿众目睽睽之下 来去讲一个事情 来去讲一个事情 你有吗 你们行吗 你们有过吗 几万人的注视之下 你踢完了球 比完赛 有时候还要接受采访 你们有过吗 你们懂吗 你们知道吗 你们跟我在这儿讲什么素质 涵养 形象 能力 你们 简直是可笑 是吧 在这儿 大言不惭地说 像清藤 像你长岛 你们这些人 对吧 清藤还好 十个八个 四五个员工的 这个管理者 我就想问问 类似 就像长岛有一些 你们的这些人 曾经的经历 你们管过几个人 你们很有可能 都是蹬着板车 去到浙江义乌 小商品市场的人 是吧 你来告诉我 告诉我们 应该什么样的能力 应该什么样的素质 应该什么样的涵养 来面对怎么样 来去代表新中国联邦的时候 如果是的话 还要去怎么 外国人怎么看我们 什么谁也怎么看我们 都是可笑之至 对吧 因为你们从来也没有 没有新中国联邦 没有爆料革命 没有七哥发起的这些 我们一起聚集在这 你们真的连个自媒体的漏脸的机会都不多 有 一共关注超过十个都在加上你的亲戚朋友 是吧 你们做场直播 真的超过一百个人都算 都在拿钱买拖 我做一个直播 那一周就得不两小时 任何再去咬完嚼字 你再说 还是这样 你应该是这样 大家应该 这不是大家都在打口水仗了吗 是吧 因为没有意义 是吧 青藤这个没说好 好 那个没说对 我应该 如果真要是的话 我从来不打口水仗 没有必要 大家有什么下来 对吧 我揍你们一顿不就完了 我在这里面再说一遍 没有任何的人身攻击 没有任何的对谁的个人的意见 我只想联盟好 只想你们赶快的交接工作 只想让更多的战友的利益 赶快的受到保护 你不要跟我讲话说 你可能这个地方 你拿出来一截一咕噜 我讲了一百句 你拿出来这一截 对吧 说 你看这个那个 你这纯属于抬杠 对吧 而且大家 没有 永远 也见不到 是吧 你说 我跟你们讲了讲去 大家不是拿互相吐 吐我们星子吗 互相往脸是吧 那么真正的 有那个 你看啊 你们说 我拿了什么东西 拿了多少币 骗了战友多少钱 什么我不投资 不那个 你看一个 我跟黄河边的这个 A10的已经有了 所有你们说的质疑 我浩海东在这 我的西班牙家都在啊 你们每个人 大卫 什么图派 什么文革 什么这些 你们都知道我家 对吧 我拿了你们的钱 拿了战友的钱 拿了怎么回事 你找我就行了 家都在 对吧 没问题 坏东 对吧 都在这儿 这个就是 什么叫危险不过 什么叫谈谈谈谈谈 我内心没鬼 我怕什么交接 有什么不能交接的 很正常的 不用讲什么 这个 你要证据 你要保护这个 这个这个 战友的安全 你要为了七哥好 谁不为了七哥好呢 我不为了吗 小叶不为了吗 对吧 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东西 难道是为了 来害七哥的吗 那我想问问你 你损失了什么 咱有一个算一个 对吧 木兰 你告诉告诉我 你 爆了额民灭共 你损失啥了 你 还有一个叫陈薇啊 还是什么 陈薇 你损失什么了 这里面 前两天的老班长 说我们是游戏币 你损失什么了 真正的说 我要是攻击了你的 是吧 长导 你损失什么了 你们这些人 对吧 大家 没有 讲实实百道理 不要骂人了 这点给我提醒特别好 小叶已经都批评我 说你不能这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讲话 你对我都这样 你知道吗 我说确实 这一点 我应该接受批评 没问题 这是我应该接受和以后改进的 特别对 今天就是一个主题 接受你长导的道歉 认错态 认罪 认错态度不错 而且我对我 得三字经的这种批评 也接受 那这个没问题 大家 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团结 顾全了大局的时候 一同灭共 一同让我们的联盟更好 而且这个联盟一定不是谁的 大家特别好的这个诠释了 这个什么叫真正的联盟 那联盟就是谁跟着多的人 就是叫联盟 你跟着谁 大家跟着你 对吧 那当时都是跟着七哥 对吧 七哥在里面 现在换成了青藤 换成了我们在这了 对吧 你升任了联盟主席了 怎么会有两个联盟 是吧 都是一个 谁跟着多就是谁的吗 对吧 那当然 等于我跟小叶 如果来到联盟支持这个青藤 战友们全都不来了 不走 这当时没人了 是吧 我们做不了直播了 那你没问题 那都到你长脑那儿吧 对吧 所谓的你的跑路 我不相信 这都是共产党的遥传 对吧 无命 你绝对没跑路 是吧 你只是走了 对吧 只是走了 不叫跑了 那你离开了美国了 那我特能理解 那你的女儿不舍 那你的家庭不能回 那我们都深深的为你感到悲伤 那我因为不能哭啊 因为我哭太不坚强 如果可以 我一定哭 对吧 我找个分头 一定是哭一哭 但是不可以 是吧 咱们是灭共 咱们应该把泪水擦干 一同去灭共 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么到今天 我就想跟大家表明一个态度 什么叫联盟 得人心者得联盟 就是民意 这种民意 你挡不住 川普有今天 就是民意 那永远你想不到 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度里面 就会有所谓你们以为的电影演员啊 什么商人啊 什么这些所谓的你们嘴里的这些 好像他不是真正的好像政客出来的呀 没有什么大的教育背景的人 最后都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就像七哥一样 换个这个说法换一个比喻 你比如说今天不是七哥发起的带领的爆料革命 你认为你长早发起的爆料革命 郝海东叶昭影会跟随吗 有几个人跟随 没错吧 如果郝海东叶昭影发起了爆料革命 这个灭共 有几个人跟随 有几个人支持 是这个道理的 大家 这就是逻辑 对吧 不要什么大道理 不要为了谁好 不要为了这个 就像一个逻辑 这样事实 来去说话 我们今天 我跟小叶坐在这儿 支持的新的联盟的秘书长 就是为了灭共 就是为了让七哥更好 如果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七哥认为 确实 郝海东叶昭影他们 四肢头脑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哇 不适合这个 对吧 他 他有 跟郭美德多少沟通 对吧 以后未来 一个星期都会见一次 是吧 他没有必要说 让大家还跟我们说说 什么叫体育精神 那我为了践行 像七哥说的 健身啊 运动啊 是吧 健身健心啊 行动啊 那么我们 听到他是 就在前两天 马上我们就 去打了羽毛球 是吧 我将近两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帮忙忙忙 我确实 我打羽毛球 水平很臭 对吧 小医生 你千万出去别说 我是你老婆 但是 我就这么臭的水平 在咱们联盟里面 在那天去打的里面 我应该排到前三 前二 甚至第一 是吧 一定不是最后 一定 我可没打过 我可五十多了 五十四了 我可没有什么训练过 跟着小医 我就拿起来就比赛 我就是这样 所以 基本的逻辑 今天在这 跟大家 讲一讲 也讲一讲 前两天的风波 的以后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以及 整个的发展 到今天 我把自己的想法 以及我们 能去传递给战友们 今天在这说一下 好的 谢谢东哥 那在我说 关于联盟的事情之前 我就跟东哥 刚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 我们爆料革命 七哥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为真不破 人是要真性情 真表现 你真自我 我们今天在镜头前看到的 海东大哥 他是一个真实的自我 不是一个在镜头前表演 在背后 搞人搞事的 像那些 中共国内 那些主席台上 做的那些王八蛋 对吧 那些人才是不真实的 所以我相信 跟随爆料革命 七年的战友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跟随爆料革命 为真不破 这几个姿势 绝对不能忘掉 刚才 海东大哥提到川普 那我拿川普 跟奥巴马 做一个对比 奥巴马 我的 算是校友吧 各大逼人 但是呢 青藤 这点呢就是这样 不管老外 对对 不管老外 我就说 说这意思 就说像这些东西 都会被 有的人 利用拿来 说你看你讲 确实 别人 跟咱没关系 没错 咱只说 这个体制里面 这个制度里面 是让好多的这些 真正的老百姓们 对和一些 并不是好像是怎么精英的人 最后通过这个体制制度 一人一票 对吧 把你这个选成了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中共的里面 你一点希望都没有 那是他给你加的定义 他说你有素质 这这样的人是叫素有素质 这样的人叫有文化 对 像张高丽的话 那绝对有素质 对吧 在台上就是为国家为人民 结果把这个彭帅 彭帅 是吧 这都是所谓的有素质的 国家领导人 对吧 你是谈什么素质 好的那再说到 说到这儿呢 我就 开始今天我们 我今天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以后我们每个星期 应该都有一个联盟的一个直播 直播的内容是什么呢 因为刚才 对 我还想最最 还有一点啊 补充一下 因为为真不破嘛 东哥 提到刚才这个东哥和赵颖姐 加入这个铁血铁血组的时候 我先说一下这个时间线啊 当时是星期三 星期三菲菲提出的提议 要这个东哥和赵颖姐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现在非常关键 也非常的 对我们联盟是一种考验的时候 加入到铁血组 当时就大概有四位的战友 马上就写了同意 然后呢 菲菲就出来说了 因为前秘书长 就是加了其他的铁血组成员 就直接打一个招呼就可以了 不需要投票 那我自己马上就说这个 好吧 那我就直接加了 这是可能是我的一个 一个没有直接坚持下去 但是呢 后面呢还有七八位战友 马上欢迎这个郝董 和叶与霞加入铁血组 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呢 四十八小时以后 才发生了这个 您和赵颖姐被提出 咱们铁血组 就是在我们这个直播以后了 那天 好 你说你有规矩也好 有流程也好 为什么当天星期三不提出来 为什么不在当天 甚至是24小时内不提出来 而是在四十八小时后 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直播之后 当然了我从法庭回来 经过几十天的庭审 我们不能stipulation 我不猜想 我不猜想你的原因 我也不猜想你的动机 但是给我呈现出来的 这么一个时间线 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可以大家有脑子的自己去想 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进入我们的会议 就是我今天每周一的 这样一个例行的联盟直播的 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今后的直播呢 就是一个有几个议题 第一个呢 我就会先给大家汇报 星期天的联盟会上 发生的一些事情 可以汇报的 好吧 如果有决议呢 我会把这个决议的最后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结果告诉大家 那好 昨天我们星期天呢 举行了一个联盟会议 当然在有大概有很多 有一些这个委员缺席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 我们主要的工作的一些 内容的一些分享 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 我想说的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投票机制 对吧 我想说的是 投票不等于民主 但是它是一个流程 因为你 追尊从这个流程的时候 你才能够解决问题 而不是吵架 不是打嘴炮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那就不可能去 进展这个问题 我们有这个流程 是为了推进工作 是为了解决问题 好吧 不要拿那个字眼给我们加上来 什么民主 民主 现在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 已经被大政府已经架空了 所有的老百姓都成了奴隶 让你打疫苗 你就打疫苗 让你没饭吃 就没饭吃 这叫民主吗 这不叫民主 好 所以不要拿那个文字 来给我搞什么道德绑架 这一类的 不吃那套 对不起 好 那昨天有三个所谓的 就算是议题吧 或者是问题 我们的答案呢 我已经 因为这个交接还没有完成 我还没有拿到这个联盟的 Discord的这个 可以公布这个通知啊 这个发布信息的这样一个权限 所以我发布在我个人的盖特网上 还有一点呢 给大家说清楚就是 我在上星期五的直播之后呢 因为为了推进工作 我是走了官方的流程 官方流程啊 我们是有正式的一个申请表格 发给盖特 跟他的盖特的CEO 盖特的整个的这个支持团队 服务团队 发了这个电子游信 电子箱 把这个申请信发过去 才更换了注册邮箱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整个的权限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了 好吧 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权限已经分布给两位 其他的负责的战友 我自己手里是没有的 我们还会再找一位 亚洲时区的战友 把这个权限给他 这样便于亚洲时区的农场 在做直播的时候 不会因为我们这边睡觉 拿不到这个直播密钥 或者出现各种状况 他们没有办法去调整 好 这是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 那关于那个投票的意义 我说明白了 因为他必须要制定一个规则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说的就是下一步 我们的一个工作 几个重点 其实第一个呢 就是交接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已经看到过去这48小时 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交接工作的话呢 的确是 会延误很多的事情 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们是为了灭风 不是为了打口号 不是为了打架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好吧 这一块呢 因为导哥今天没有连线 也在外面 我也想跟导哥说一下 我会私下里再跟你联系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节点 在这个过程中 你必须要跟我交接一些东西 我其实是给您提出来一个简单的东西 就是说我当时跟这个导哥第一次的交流 我就问他要了 我说要这个discord的权限 要这个盖特的权限 因为这里是直播的一个平台 那导哥当时 你如果要是说要有个清单的话 那个就算我一个最短的清单了 因为您作为四年的老的秘书长 您掌握的工作 您负责的工作 您安排的人士 您过手的钱也好 账号也好 我是完全没有的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只能是您的清单可能比我要长很多 我希望您能给我这样一个清单 我们我的清单可能就只有那两项 咱们可以在接下来沟通 这是交接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制定规则 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投票也规则 我们开会要规则 我们在联盟会里头发言有顺序 发言的时间控制也要有控制 因为我们不能出现互相吵架 甚至有人身攻击 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在那里不是吵架的 不是为了涂爽子 所以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制度 有了制度之后 严格的按制度去执行 说到制度这块呢 有人在曲解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新联盟 这里没有新联盟 我们就是一个联盟 灭共的联盟 好吧 我想说的 我制度 我们要制定一套规则 是基于现在的架构之上 而且这个架构 是文贵先生早早就设计好 联盟 铁学组 秘书长 主席 九统 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我没有这个智慧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唯一就做的就是 在四年过去以后 我们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则 法规 怎么样 让我们的这个构架 能够发挥出它应有的效率 对吧 而且能够达到一个相互制衡 不是说是一家独大 不会说是有一个人在这里 就跟大政府一样掌握 看着是一个民主架构 但是一旦大政府 它一样是个假的 所以我们要制定规则 这样的话才能够按规则去做事情 能够推进事情 这是它的一个原则 好吧 我不如您牛 所以我得写的稿子读 不好意思 你们这个经过锻炼以后都会 都会 我努力 一定会 那好 这就是我说的规则 还有一个有人混淆事情说 说这个法统没有了 是吧 我想说如果你是个学法律的人士 如果你懂点法律 懂点 读得懂我们写的东西 听得懂我们写的东西 说的东西 你应该知道 我们当时说了法统在 当时还在 只是说它的负责人 暂时我们没有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来的法统负责人 旗辖有很大的法律风险 我再说一遍 大家都说要为了联盟 为了大家 这里是为了大家的联盟的安全 为了齐霞他个人的安全 不能再让他负责任何的 关于我们新中国联邦的 法律的一些事务 这是对大家好 对联盟好 对齐霞个人好 包括岛哥也一样 好吧 这个是不要混淆视听 明眼的战友看得很清楚 好这是法统的事情我交代完了 然后呢 最后一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礼拜呢 会马上跟各农场 核心团队约时间约会 我呢跟这边的几个酒桶的 这个负责人 会跟大家开会 然后来对接一下 看看你们的一些 现在面临的一些状况啊 然后我们交流一下 接一步下一步 各个农场需要去推进的一些工作 这是这个这一周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马上会去跟大家约时间 好吧 这是这样子的 好了 那就是关于工作这块呢 我就就这三点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或者说挑战吧 我们现在这个时期 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些挑战 我们知道这个716之后 联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无论是整个法律方面的压力 无论是这个财务方面的压力 包括就是这个行动啊 释怀啊 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整个就是联盟整个层面要面对的 每一个农场可能都要面对 对吧 那这里说起来的话呢 我自己最近也是面临一些 就是很大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刚来以后 有很多的战友就开始给我发 这个WhatsApp私信啊 有很多的人 有的人是到这里来鼓励我支持 我非常感谢 还有的人是发的就是说 要我要就开始要让我主持公道了 你看这里头我个人有问题啊 个人有纠纷啊 找我来解决 对吧 还有的人来反映农场主 对 不能服务好战友 甚至有什么财务问题都来反映了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 我个人不是联盟 你给我发私信没有用 我们上一次直播已经说了 我们会有专门的联系人收集这些信息 然后来进行一一的回复 我刚刚所谓上任 就算是上任吧 也就五天加上今天也就是第六天 所以呢 大家要给一段时间 尤其这个交接还没有完成 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而且呢我想说的 这些发来信息的 有一些真的是可能真实情况 还有一些呢 可能我觉得就是纯属来超线战 就是给我发一堆的东西 你回不回吧 你不回 你呢就属于不负责的秘书长 你回吧这个问题根本不是我能够管的事情 对我们一个非常老的战友给我发过来 说什么有人攻击他 什么车证呀什么乱七八糟 我就很纳闷 我说你跟我说证有什么用啊 对吧 如果人家攻击你的是事实 你觉得他诽谤你了 麻烦你 我们都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 我们追求的也是这个民主法治自由 用法律的武器去告他 对吧 这个找我没用 找联盟也没用 我觉得战友很很奇怪 就说我要我要告他 或者让他做个精神检查 我说我说那谁出钱啊 他说当然联盟了 我说我是秘书长 我做不了这决定 但是我不相信 如果你要把这个议题拿到会上投票 我我不知道大家会什么反应 我不相信这个纯属个人问题 好吧我相信真正的这些战友 真正如果是真实的问题 我们欢迎跟我们将来一个渠道去联系 我们会帮大家解决 但是如果是真的纯属个人的恩怨的话 麻烦你自己用力 法律的武器去解决就好了 没有必要去占用联盟资源 我再说一遍 刚才东哥说的很清楚 他来的目的 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就是灭共 任何偏离这个方向 在这里搅局的 扰事的 然后给你搞的乌烟瘴气的 他绝对不是来灭共的 他绝对是我们的敌人 好吧 所以拜托大家 无论是你想来支持我 还是说 给我说 想帮我 想让我帮您解决一些问题 请 咱们到正规的渠道去做 好吧 这是我想说的一点 东哥我不知道 我的事情基本上 就说到这儿 就是刚才我说 有一批人真的是在挑事情 这种挑事情就会让你双方对立 我知道 有的人可能喜欢我 有的人很喜欢导哥 导哥也长得很年轻漂亮 是吧 这不影响 导哥有导哥自己的做事方式 我有我的做事方式 你喜欢他没有问题 有人喜欢我没有支持 我没有问题 东哥也支持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 我们要为联盟好 要把事情能推行下去 如果你只是为了说我对抗青藤 青藤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 我不管他做的什么 他都是错 我都得骂他 打他 反对他 对吧 我们这边的人也是长早 是坏人我不喜欢他 所以他做的事情我也都全错 也打也骂 那我们就全完蛋 我们再自残 我们不可能灭共 我们就把自己灭掉 所以我想说的是 团结的 七个 这个郭美发传 我们是团结 我们要灭共 直到他哪一天站出来 像老班长这个混蛋一样出来 灭我们的时候 那他就是我的敌人 否则 团结把事情做下去 这是唯一的目标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东哥你再讲两句 对 就是 就是 刚才青藤也说到了 这个大家的彼此的这种关系 你们知道 我在国内 在国家队 我跟范志毅 是绝对的水火不容 但是 当02世界杯的时候 01年十强赛的时候 米卢就跟我讲 我说东哥 你可以跟他不是朋友 但是你们是队友 你们是队友 你们要去上场 去比赛 去赢对方 你们可以不是朋友 大家 对吧 个性啊 生活习惯 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 各方面的三观 可能有时候不一样 没问题 这就是我们未来 所有要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 都是新中国联邦灭共 爆料革命的战友 队友 这是真正的 第二就是 所有这些 我们走过的流程 最后都是为了灭共 你要民主 去远共产党要去 这是我非常非常认可七哥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 最后的集中 没有集中在联盟的话 没有集中在七哥这儿 没有集中大家能去有一个人 现在 那秘书长就清疼了 大家一定是 他最后拍板决定啊 但是你这个事儿 就是 要出来 要做一个流程 让大家知道 投票过不过 过多少半 不能最后 影响我们最后 做决定 这跟多少 所谓的你们的这些民主扯淡 要去跟共产党要去 而且 讲一个 非常的逻辑 就是大家不要打口水仗 不要抠字眼 不要同 说投票 没多少 十几个人同意 有多少人没投 告诉 没通过 我靠 你们都是什么所谓的硕士博士啊 什么什么 这个博士后了 我想问问你 那没投的算什么呢 你能算他不同意 那里面有不同意的 是不是还有弃权呢 那最后 他都没投 如果光有同意的 光当一锤子 就结束了 人家发布结果 那就是通过呀 你们 懂不懂 有没有逻辑 那你们的脑子 每个人都想想 别在这儿 别在网上 别在这个 直播上跟我讲 一些没用的 都是放屁 你们的逻辑 你们的概念 你们的那个 跟我 我十岁一个人 在外头 跟一个五五二十多个人 一块辩论的 我们从小 八一少年足球队开始 可以问问 浩海东 实际上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来去 我就叫一个人占一个队 那是我浩海东 你们还当不了这个层次和境界 是吧 懂什么叫最后投票吗 怎么投了 投完了 人家还有15票 18票 多少人同意的 那些人没投啊 哥们 直接 哪天哪天 这不都有吗 选举的所谓的 到时候把你 他就 真正的所谓的窃取了大选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时候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可不都是 一定是这个 人赢了 是吧 那马杜罗这个 他百分之三十多他还说他胜选了呢 你能说他什么呢 他真正的把他就把这百分之三十多的弄在一块 给你弄一个百分之几的 他就按这个时候给你 跳了球了 你有脾气吗 是吧 你们所谓的 没通过 是吧 你这些逻辑 你都不想想 这些东西你们真的你们没有干过 你们的精力阅历差的太远了 是吧 年轻人们 那你跟我跟七哥 你真的连个脚跟你都看不到 因为我们 如果我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话 这么多 所谓的中共领导 所谓的你们永远都见不到的人 我耗工跟他们一坐一砍 那真是 就跟我的现在一样 我每天在国家队 在大连队 在巴一队 很多的时候 吃完饭 就在餐厅 拿杯茶 我在国内喝茶 弄上一杯 周围坐几个人 什么孙介海 吴成英 李小鹏 反正 有的时候是别人 一堆一堆的 就听我在这 跟他们 所谓的北京的砍大山 基本上 只要我高兴 吃完饭 我就跟他们看看 但是大家别忘了 一个十岁的孩子 最后能从 集体生活里面 比我大 两三岁的人的成长环境里面 挣扎出来 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 从巴一队体工队 从体制内 到体制外 最后的职业联赛 他要当绝对的主力 他要成为球星 他要进球最多 他要获得最佳运动员 最佳射手 十佳运动员 被东方知子 焦点访谈 都采访 这种逻辑 大家不去考虑考虑吗 不是我会自吹自泪啊 你们去分析分析 我如果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我怎么跟别人说呢 你说出来的一些话 都是屁话 谁告诉他们 读好书 做好人 踢好球的 谁告诉他们 散步脱离的 谁告诉他们 健康体魄健全人格了 是我郝海东第一个说出来的 足球是教育 是你们这些吗 你们讲过什么 有任何一个总结性的 终止出来吗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 这是我们所有战友们说出来的 我读的第一句话 爆料革命 亿万战友 因为爆料革命而聚在一起 有 是吧 郭文贵先生 史蒂芬班农先生 发起的 你想一想 就像这些东西如果 我 我跟律师讲 我读这个新中国联邦宣言 就是第一句话的时候 那 深深的打动了我 我认为这个东西写的太棒了 太棒了 是能让我读的 如果它就像中共的稿子那样的话 真的 我绝对不愿意读 因为在那 将近半个小时 我还好说 小叶是站在后头 拿iPad一行一行的帮我下 帮我捋啊 他可比我累 因为他还要歪着头 一点点的 没有什么任何提字器 这是我郝海龙 没有任何能 我代表不了谁 我们代表不了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啊 我们 没法代表 因为这是 七哥 他整个发起的 整个自己 拿着身家 性命 父女 所有的这些财产 来做的事情 我郝海龙 叶就是追随 就是跟随 就是来一块 来去灭共 跟其他的一点关系没有 你们换了任何一个人 跟我郝海龙 连半毛钱关系 我都不会跟你们讲上一句话 我不会在这儿废多星子 跟你在这儿 讲来讲去 是吧 因为对我毫无意义 因为 我跟你们 永远不会有交集 你们永远也看不到我 你们连我的影子都摸不着 我干的事 我们做的 你没有用 对吧 你们这些 我 所有在干的 都是跟这些 真正的 是吧 能掌握到他的 真正核心权力的这些人 我们一直在打交道 是吧 这不是我自吹自泪 你们可以看到 这只是我的一个学校 我们在看 就是这样 这都多少年前了 是吧 这是如果我没有灭共 这是以第一个才是 这才是第一个 未来会有没有呢 对吧 如果我没有这事 会全国开花 因为这种模式 这种东西 别人做不了 只有我做出来了 只有我干了这些 真正的为老百姓做的事情 也让他们 当地 有政绩 他们自己感觉 嗯 脸上也有光 而且可以拍照 习近平马屁了 足球因为 已经全都完蛋了 他 国家队永远也 进不了世界 职业联赛欠薪 所有的 都要从娃娃抓起 又重新 又回到了所谓 从娃娃抓起了 那从情绪 那我都做的这些事情 那 所以说 在这儿 跟所有的债友们 说的这些话 就是我们 最后的 真诚的 跟大家在一块探讨 用大家的脑子 逻辑 来去判断一些事物 那来更好的灭共 更好的团结在 联盟 清藤秘书长 所有的大家的 这个周围 一块去 走过这一段 人生旅程 好的 谢谢郝总 那今天 在最后结束之前 有一个好消息 跟大家宣布 因为 这个咱们现在是 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所以我们要 这个想办法 要开源 要解决咱们自己的困境 无论是避免风险 刚才提到的 这个法统的这个问题 还是说 我们要加大自己的宣传力度 所以这里有个好消息 对对 最后再说 给大家又等一下 我讲讲 刚才说的法统 你们懂不懂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就像一个球队 一个俱乐部 来来回回 所有的球员 过演员 教练 最牛逼的 什么梅西 马拉多那 好海东什么 都会换 都会走的 都会没有的 但是这个俱乐部 永远在 不管在这 乙级 并级 丁级 什么超级 没有事情 当然这是在国外 中共在这扯淡 过两年就没了 是吧 就是真正的 这种叫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 真正的百年俱乐部 咱们的法统也好 这个统 那个统 包括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怎么会因为一个人 他不再干这个活了 这个东西就没了 不可能 对吧 你作为律师 你正常的 不是了 不是很正常吗 就像主席换 这个秘书长换 主教练换 场上队员我们 还经常换 你能说我那个 低着低着把我换下来 教练 你说不行 我还能踢 我还要进球 主教练换我 我不下来 我告诉你 你那边什么 我还要动 你能换吗 对啊 我可以什么讲吗 可不可以啊 我牛逼啊 我能进球啊 你凭什么换我下来 你能这样吗 对吧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那么你有各方面的原因 你不在这儿 具体负责 那么这有什么呢 对吧 换一个律师 正常的那个 咱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 就不好了 就有威胁了 就有事 就就就就卸了密了 或者什么呢 那在之前呢 之前你不是都在吗 那怎么这么多 所谓的证据 这些人不都上了法庭了 你们也没 有一个 给堵了漏洞了 忘羊补牢的 有吗 那个木兰在上面做证的时候 你这些法律的人怎么不上去 对吧 对对他呀 把证据拿出来呀 对吧 给七哥少一点这个麻烦啊 对吧 别判九项啊 判成一项啊 你哪去了 对吧 那正常的交接 正常的更迭 别人正常的变化有什么去 有什么问题吗 开玩笑一样 还声明 是我 我在这儿 是 无法理解 很正常吧 对吧 所以好消息留给你最后 好的 最后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们已经拿到了授权 就是文贵先生的YouTube 油管的频道 和他的Instagram的频道 会交由我们NFSC 来做宣传 我们会在他的名字底下打上NFSC 我们就会更大的宣传我们新中国联邦 和我们爆料革命 好吧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郝董 谢谢 谢谢全球的战友们 再见